瞬间寂静的楼道间充满各种打闹嬉笑声,有的还在讨论刚刚结束的那节课的难易程度,也有在笑坎自己迷迷糊糊又睡过去一节,还有人在抱怨老师讲得太简单,没有挑战性,各色各样的声音都有,但是魏无限似乎像与世隔绝,听不到他们,看不到他们,周围还是一样的冷,万物像是失掉了颜色,直到有一个人走到他身边。 周围顿时恢复了色彩,蓝忘机递给他一杯酸奶,说着等很久了吧,魏无限接在了手上,含糊点了下头,对方笑着揉了下他的脑袋,然后低下头滑动着手机,今天吃火锅吗?我见有一家好评不错,正好我们去,他察觉到后面人没跟上,疑惑地转过头,看着那人半垂着眼,又扫了一下那被捏在手心不成样子的酸奶,傅又将眼缓缓收了回来。 语气平稳地问着卫英,怎么了? 蓝湛,魏无限终于抬眼看向他,我们分手吧,分手吧,分手。 蓝忘机很安静,但是略微发颤的声音出卖了他的慌张,为什么? 为什么?魏无限也在心里问了自己好几遍,是啊,为什么?为什么要分手? 他当时是怎么跟蓝忘机说的?哪有什么为什么? 不喜欢了,就分了呗。我觉得你太无聊了,跟个木头似的,你来我往互相帮忙很正常而已,你就当我玩够了吧。 他也记不大清当初蓝忘机都在问他什么,反正蓝忘机的每一句他都给到了答复,也不敢去看蓝忘机脸上是什么表情, 更顾不上去在意周围有几个同学在他们身上逗留围观,他只记得他把所有难听的。 或者蓝忘机不爱听的都说了,蓝忘机没怎么动,似乎一直在盯着他,他拍拍手一扬,如同挥一挥衣袖,不带走一片云彩。 蓝忘机的门又在准点被敲响了,当他打开后魏无羡直接扑在了他的怀里,他往后退了几步,才稳住了脚,揉了揉怀里人的头发,带着宠溺的口吻问着,怎么了? 魏无羡往他怀里钻了钻,脸隔着睡衣,贴着蓝忘机的胸膛,半摇晃着脑没事,就是特别想你做噩梦了。 魏无羡待在蓝忘机的怀里,没有说话,只是将脸埋得更深,另一边,竹慧星醒来,就见不着魏无羡了,许是宿醉脑子不好使,回忆了好久才反应过来,魏无羡确实今天又起了个大早,震惊,啊,他的实习终于要结束了,转为正式工,好处大概就是不用每次都出去跑,可以待在办公室里,吃着冰棍吹空调了。 其他的实习生都无比地羡慕,他们在跑外勤,几乎都黑了一圈,但竹慧星就不会黑,顶多皮肤泛着红,等热意退了后,就又变得白皙嫩滑,脸上的皮肤连女孩都羡慕,跟着问用的什么护肤品,大宝sod me,其他人一脸,喊,寒冰看着,他没有立即回答。 竹慧星的嘴角也渐渐淡了下来,然后后面人就开了口既然你想好了,那么我会祝福你。 竹慧星别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,然后抬起手跟他碰了一杯我收下你的祝福。 他仰起头喝了下去,整个酒吧热闹得让人耳鸣心跳,在这场喧闹中,似乎轻轻飘了一句,想得很清楚,确实是灾了。 寒冰掉的酒都不太容易醉,蓝忘机把人送回宿舍后,便离开了。 竹慧星有些好奇,你竟然跟着我回来了,好不容易追回来的男朋友,就放那不管了。 魏无羡拉着他坐在沙发上既然都追回来了,又跑不了,竹慧星为蓝忘机难过一分钟,魏无羡八卦地看着他男朋友,哪有你重要,说说,你到底什么情况? 魏无羡只知道竹慧星最近交了个男友,但是却不知道这俩人好几年了,顶着这样的八卦,他忍心搁下蓝忘机来陪竹慧星。 当然,这也只是一小部分,主要还是最近竹慧星有些太奇怪,他关心一下,竹慧星笑呵呵地抱着一旁的抱枕有什么情况啊,就认识了一直在聊着,然后就,好了呗。 魏无羡瞇瞇着眼看着他,竹慧星表示认输就上大姨那会认识的,不过最近才好上,没骗你魏无羡摸了摸下巴这么久。 酒吧内,齐文浩仰头喝的水差点枪住了,寒冰拿着纸给他擦了擦嘴,则,难怪,看那小孩就一脸干净。 不过,他当初怎么在你这打工?勤工俭学,我这给的也高是个好孩子他服了服下巴,你似乎不同意阿兴的决定。 寒冰微叹了口气,以前店里的常客也不是不同意,那是什么? 寒冰垂下眼,看不清神色慧星当时家里有些情况,那个人帮了他很多。 齐文浩了然,你是怕他分不清是感恩还是喜欢? 寒冰默认地恩了一下,齐文浩拳起他的脖子说着斌,他跟阿线都已经是成年人,所谓的情感都拎得清,看那孩子也不是甘愿受伪的样子。 只能说明那个男人对他确实不错,嗯,齐文浩觉得撅嘴斌,我生气了。 你在我面前讨论着别的男人,还一副失去白月光的样子我? 不是,我就是把他当弟弟。 嘘,齐文浩一根手指搭在他嘴上我不听,不管之前你们是什么关系,现在你只属于我的,包括你的以后,寒冰抓住他的手都是你的,证明给我看。 寒冰抱着他,就转进了房间,顺带落了锁,出租屋里,竹会兴办归着眼看向魏无羡未歌,你跟蓝忘机是什么时候认识的? 我呀魏无羡打开手里的啤酒罐歪躺在沙发上初中就认识了,不过不算太熟,但是,呵呵不知道想到了什么,魏无羡笑了两声,哎,你别打岔啊,你们俩发展到什么地步了? 竹会兴如同红透的虾,没,就,刚好,竹会兴凑近了些问这位哥,既然那么喜欢,当初你们为什么要分手? 心脏骤停了半刻,魏无羡盯着手中的酒,忽然觉得呼吸有些困难,竹会兴看着不对劲准备起身,魏无羡拉住了他没事,不要紧,我就是,有点累了。 魏无羡起身准备回房,竹会兴拿起抱枕,继续缩回了沙发,感觉到魏无羡停住了脚步转过来对,你的他说着阿兴,如果喜欢,就大胆一些。 两个人相爱没有什么是不能克服的,他大概懂竹会兴的焦虑,就如同他之前经历过的一般,当初他认怂松了手,所以,这一次一定会紧紧抓住。 竹会兴看着魏无羡眼里的坚定,迷茫中眼里回溯着星光,轻笑了一声回应,好。 会计也就越出越莫忙,中间几乎都是正常打卡下班,从跟韩启臣确认关系后,他也不再藏着掖着,约会什么的也频繁了起来。 韩启臣虽是富家少爷,但是公司却是白手起家,不接受家里的任何帮助,是家里的独子。 但也跟没有一样,因为他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他跟竹会兴不是什么一见钟情。 韩启臣长得很帅,事业有为,当时迷倒万千少男少女,竹会兴虽长得可人,但在他眼里也仅仅只能算得上一句,长得还行。 你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